新闻追踪 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莫斯科州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 截至目前 这次恐袭已经造成139人遇难 我们先来数理今日关注的焦点 焦点一 搜索将于今天结束 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四天时间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 搜索行动将会在当地时间26号 也就是今天结束 有关搜救的更多情况 稍后会带来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焦点二 恐袭时间线 25号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 详细还原了此次袭击的时间线 他表示此次恐袭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 四名恐怖分子已经被羁押后审 在审讯和庭审中均表示认罪 并就犯罪情节等提供了详细证词 焦点三 谁是幕后主使 恐袭事件幕后黑手是谁 仍然扑朔迷离 25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美国试图通过各种渠道 让所有人相信 这起恐怖袭击与乌克兰政府无关 而是极端组织所为 俄方知道这起恐袭是激进伊斯兰分子实施 但俄方更关心他们背后的雇主是谁 普京表示事件调查必须以最专业客观 没有任何政治偏见的方式进行 25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莫斯科州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 会上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表示 莫斯科州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 遇难人数上升到139人 另有182人受伤 俄副总理格里科娃在会上表示 入院接受治疗的人数下降到93人 有9名伤者情况危急 另外 根据俄紧急情况部截至25号20点更新的数据 已有95名遇难人员的身份得以确认 25号 俄罗斯侦察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 听取了关于莫斯科州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调查的情况报告 称俄方将进行深入调查 袭击现场搜索工作将于今天结束 相关情况一起来看 总裁记者今天从莫斯科发挥的报道 当地时间25号凌晨 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批准逮捕了4名涉嫌直接参与 22号莫斯科州克罗库斯城乐厅恐怖袭击事件的人员 当天下午 另有3名涉嫌协助实施恐怖袭击事件的人员被批捕 按照法律程序 上述7名嫌疑人将被关押至5月22号 在此期间 俄有关部门将会案情进行深入调查 俄联邦侦察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 25号还听取了音乐厅恐袭事件调查组的报告 报告称 对嫌疑人的调查行动仍在继续 重点是调查此次恐怖袭击的准备和实施情况 并查明包括组织者在内的其他共犯 缴获的物证正在进行司法鉴定 鉴定结果将有助于还原事件的全貌 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5号表示 在克罗库斯城越厅土西现场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 现场有大约1000人在轮班职守进行各项工作 确保所有遇难者的遗体被找到 搜索工作将于26号 也就是今天结束 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莫斯卡里科瓦 25号表示 俄罗斯政府正在全力做好 恐怖袭击遇难者的抚恤 上者的赔偿 和法律援助以及心理咨询等工作 俄罗斯侦察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 25号在俄联邦安全会议上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 详细还原了此次袭击的时间线 他表示 此次恐袭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 四名涉嫌直接参与恐怖袭击的人员 在审讯和庭审中均表示认罪 俄罗斯侦察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 在俄联邦安全会议上复原了恐袭事件时间线 莫斯科时间22号晚18点54分 四名恐怖分子乘坐一辆雷诺轿车 驶进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大楼 在附近等待观众进场 19点58分 恐怖分子在音乐厅附近 向街上行人开口 他们随后进入大楼走进音乐厅 继续进行无差的设计 20点11分 恐怖分子开始纵火 然后驾车离开音乐厅 最终 恐怖分子在布良斯克州 通往俄乌边境的高速公路上被抓获 巴斯特雷金说 此次恐袭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 四名恐怖分子已被羁押候审 所有人在审讯和庭审中均表示认罪 并就犯罪情节等提供了详细证词 此外 俄侦察委员会令查明 并抓获三名男子 他们涉嫌协助实施恐怖袭击 为恐袭实施者提供了一套住房 一辆汽车 并协助运送钱财 这三人中有两人是亲兄弟 另外一人是他们的父亲 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25号批准 对三人积押候审 他们将被积押至5月22号 俄联邦安全局此前宣布 已拘捕11名恐袭嫌疑人 其中4人涉嫌直接实施了袭击 25号凌晨 巴斯曼区法院批准 对涉嫌直接实施恐袭的 4名嫌疑人积押候审 此次恐怖袭击事件 到底谁是幕后黑手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晚表示 美国试图通过各种渠道 让所有人相信 这起恐怖袭击与乌克兰政府无关 而是极端组织所为 俄方知道这起恐袭 是激进伊斯兰分子实施 但俄方更关心他们背后的雇主是谁 普京说俄方需要调查清楚 为什么恐怖分子犯下罪行后 试图逃往乌克兰 又是谁在那里等待他们 显然那些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 不想成为恐怖活动的帮凶 和恐怖主义的支持者 但确实有很多疑问 普京表示 俄罗斯一定会把这些情况调查清楚 事件调查必须以最专业客观 没有任何政治偏见的方式进行 此次恐怖袭击伤亡 为什么如此严重 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研究员李伟的解读 那么我们看到 之所以这次恐袭造成的 大量的人员伤亡 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恐怖分子 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么这四名恐怖分子 不仅携带着自动步枪 而且还有爆燃物品 所以说在枪杀民众的同时 使得音乐厅燃烧 所以这是造成人员伤亡最大的原因之一 那么原因之二 我们也知道 莫斯科郊区音乐厅 它的总容量是6200个席位 也就是说有6000多人 是在恐怖分子的枪口之下 又在密闭的空间里 所以说人员造成的伤亡非常大 由于这个音乐厅 虽然在莫斯科的郊区 但它又不属于莫斯科市 是属于莫斯科州 那么一方面恐怖分子 利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 容易逃亡 另外也对俄罗斯的紧急情况部 对于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 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继续来看俄罗斯有关的消息 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26号称 由于在学校大楼附近发现了不明物体 该学校已经进行了人员疏散 另外根据塔斯社的报道 25号因为收到了爆炸威胁 俄罗斯执法人员当天对莫斯科的 十多个购物中心进行了检查 自22号晚 莫斯科州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俄罗斯多地宣布加强安保措施 莫斯科机场火车站地铁站 公共汽车站等人群聚集地的安全检查 明显比往常更加严格 小充秋设